狐狸猫今天在学校学到细胞是组成生物体的基本单位 在睡觉前它想着 神经细胞有吐气能传递讯息 肌肉细胞细长能收缩让它运动 红血球则是特别的双凹圆盘状 可以用来运输氧气 而有保护功能的口腔皮膜细胞则是扁平状的 这些细胞不但长得都不一样 功能也不同 实在是太神奇了 想着想着狐狸猫渐渐进入梦乡 在梦中狐狸猫发现眼前竟然出现 今天上课学到的动物细胞与植物细胞 它也发现手中多了一张细胞地图 于是它决定寻着地图到细胞中探险 就让我们跟着狐狸猫到细胞内一探究竟吧 狐狸猫决定先进到形状较不规则的动物细胞看看 在进入细胞之前 狐狸猫必须通过在细胞最外层的细胞膜 就好像家门口的保全一样 细胞膜能控制进出细胞的物质 所以又称为细胞门户 成功进入细胞后 狐狸猫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充满粘稠状液体的地方 四周还有许多散布的微小构造 这里就是细胞质 是许多化学反应进行的场所 看着手上的地图 狐狸猫被一个标示着生命中枢的球形构造所吸引 原来这就是上次他用显微镜观察细胞时 被牙甲蓝液染色的细胞核 细胞核内含有遗传物质DNA 如果失去细胞核 细胞就会逐渐失去活性 最后死亡 接着他来到细胞的能量工厂 立线体 立线体是一个椭圆形的胞器 细胞在这里进行呼吸作用 分解养分 并产生能量 最后在离开动物细胞前 狐狸猫还看到了液包 这是一个内含有水分 可储存养分与代谢废物的构造 在参观完动物细胞后 狐狸猫接着到了植物细胞 在通过细胞膜前 植物细胞还有一层含纤维素的细胞壁 用来保护以及支持细胞 狐狸猫这时终于了解 为什么植物细胞的外形 看起来比动物细胞规则许多 不过在植物细胞 真正担任细胞门户的 仍然是细胞膜哦 进入胶状的细胞之后 除了看到熟悉的细胞盒 立线体 狐狸猫发现了一个没有在动物细胞看过的绿色胞器 这就是叶绿体 叶绿体内含有叶绿素 可以吸收光能行光合作用 参观完叶绿体后 狐狸猫接着看到一个好大 且内含水分的胞器 它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新奇的构造 看了地图后才发现 原来这就是植物的异胞 竟然比动物的异胞大了许多啊 看完了异胞 这趟细胞之旅也到了尾声 让我们一起和狐狸猫回忆这趟旅程吧 首先 动物细胞与植物细胞都具有控制物质进出的细胞膜 粘稠且含有各种胞气的细胞质 储存DNA的生命中枢细胞核 含有水分 储存养分与废物的异胞 细胞的发电厂 粒线铁 而植物细胞比动物细胞 多了用纤维素组成的细胞壁 以及行光合作用的叶绿体 经过这次的细胞之旅 同学们是不是对细胞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啊 最后请大家思考一个小问题 在这趟细胞之旅中 我们学到了细胞核含有DNA 是细胞的生命中枢 那么所有细胞都有细胞核吗 有没有什么细胞是没有细胞核 或者不止一个细胞核的呢 欢迎你去找寻答案 留言在下方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